歡迎大家收看第20集的《歷史也瘋狂》 話說回來,我另外兩位拍檔 例如劉翁和彭彭,不見了,他去了哪裡? 吃飯了,吃飯了 吃飯了 怎麼搞的? 不是,現在在做節目 你們倆在這裡吃飯? 是呀,觀眾打成一變 觀眾現在吃飯的時候 他吃什麼,我們做什麼 總之有親切感 不,你知道這些嗎? 現在外國最流行的 這些叫超感官立體現場投入演繹飯 我告訴你,來,吃飯… 很壞,導演聽到會罵的 不用怕,他也是在這裡 Tanny快樂,正在等你 來,開門… 來… 整件吧 吃飯還吃飯,你們也要向大家介紹 我們的頭炮節,不是什麼嗎? 看…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你看… 你怎麼搞的?我現在很肉酸嗎? 喂… 什麼? 怎麼搞的?導演說你也要穿的 你怎麼不穿? 你怎麼不穿?我穿?找我罰嗎? 沒有童裝 沒有童裝,麻煩你不用穿 其實我知道所以犧牲色賞無非都是為了… 為了介紹這次我們的猛料 歷史香港地址 香港服裝潮流風雲浩 說到… 劉翁,對不起 你這麼大的犧牲色賞就太感動了 我要先走開一會 怎麼會是老肉酸呢? 大哥,如果真的這麼肉酸 你還要拍,就拍他吧 大哥,別拍我,拍他們 開放之初,老土堂裝衣 沒錯,像這些大襟衣 當年媽穿它,阿嬤穿它 阿姊穿它,阿哥穿它 你怎麼搞的?男人哪有穿大襟衣 不是,沒怎麼搞的 你知道嗎?1841年至1922年 那些學生各個都穿這些衣服 在右手邊的襪子是來扣樓的 而下身他們會穿一些 臘腸型的窄腳褲 俗稱為婆娜型的臘腸褲 還有,你千萬不要小看大襟衣 大襟衣也有分貴貨和販賞的 怎樣? 不要欺負我吧,姐姐 不要你,那我買 你不要欺負我的衣服,算了吧 我賞了 當然了 普通的棉布我們就為販賞的 像這些叫黑膠醜蠟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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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蠟 穿起來是冬暖夏涼的 而且不潮的,你戀一下 這些是貴的… 謝謝你們倆,挺懂得破底蠟蠟蠟 這張是我的卡片,有空找我 你認識她的? 妓女貪文,甚麼時候… 變成男人 我們要不要大襟小怪 看樣子,你已經知道了 因為當時娘家婦女 沒有穿緊身的旗補 通常都是五三、四個女人穿的 因為她們說這樣穿是人賤的象徵 即是淫婦 對 當時女人穿甚麼呢 男人 長衣 以前穿長衣是否要長得貼的 錯,除非這件衣服不適合 當然是當官或是甚麼慶典 就要加上黑色垮和禮帽 對,當時由於在下層社會 多數都有客家人 所以也有一些客家裝 因為到了1900年初期開始 香港人已經開始漸漸脫離 清裝和唐裝衣 對,主要是經過三次運動和革命 而第一次就是在1900年的 香港婦女天竹會 支持香港婦女解放雜腳… 很臭,這是甚麼?你聞一下 看你吧,你甚麼都拿 這些擺明的女人 穿了幾十年的穿腳布和鞋子 就是這樣 第二次發生在1901年的時候 有一個叫展法不易服會所舉辦的… 支持剪鞭 剪鞭運動 好,第三次了 就到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 革命成功之後 婦女正式由這個速胸和紮腳 正式解放開來 對,在那時開始 那些男子就從此穿了一些 有型有款的中山裝 任何人穿中山裝 都不會像我穿得那麼… 帥 為甚麼 因為我是孫大炮 四十年代,二、三藍樓 由於處於亂世 所以當時香港人所穿的服飾 是很簡樸的 而且很有趣的 他們常常穿補上補的衣服 而且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每一家人 由底到面那件衣服 都是由家裡的家庭主婦 即是媽媽 所親手縫製而成 很可憐 而且為了節儉 他們往往同一幅布料 就做了那麼多件衣服 有些甚至是用家裡的窗簾布 或者床單來做,很可憐 五十年代,先敬來依,後敬人 不說你不知道 在五十年代生活還是非常艱苦 因為平均的工資仍然維持 在兩百元以下 但做到漂亮的西裝 要五十元 這麼貴? 但是為了保存面子 很多男士都會節省 都會儲點錢 希望可以買一套老西 充餐場面 如果沒有錢,怎麼買? 對 就像我這樣,去顧衣店買 十多元就行了 如果再窮一點呢? 再窮一點? 看看 這樣也行 如果還是沒有錢,怎麼辦? 對 就像我這樣,穿了底衣在裡面 對,以上的情形一點都沒有誇張 因為當時也流行有一句俗語 就是… 西裝友,執燕頭 在五十年代,女性的內衣就是旗袍 阿威去了哪裡?這麼久? 換衣服,看開一點 麻煩 其實在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 女性都喜歡穿旗袍 更由於在五十年代 關南絲主演的蘇絲王的世界 建立了一個女性穿旗袍拼亭的形象 所以香港的婦女就更加熱愛穿旗袍 好,怎麼搞的?約換衣換這麼久? 可以這樣的身形?有很長時間 那倒是,你是哪個?你什麼都知道 歷史亞風行的勇躉 你的想法經常都是這樣,沒新意 那你就看? 好看 不是,你知道就好 其實旗袍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那些教師、女學生 和小家碑勇著的 就像我這樣,是不是很樸杀呢? 不知道一句說完就是很樸杀 樓杀?真的很漂亮 謝謝你,劉勇 在廣大的觀眾面前這樣稱讚我們 你按著樓杆領練 你很醜,我說他們而已 第二類就是這些比較高級 而又很保守的旗袍 當然就是我那些上樓的女人穿的 你看我多有儀態 由於穿了這種旗袍就很容易跌倒 好,所以走一步路就很門山的腳步 所以就叫做門山女裙 第三類就是這些腰窄、叉高的性感旗袍 就是我們這些電影明星 還有歌星 夜上海 還有妓女 對,沒錯 由於當時的女子 連跳舞都穿著這種旗袍 所以這種旗袍也叫做探哥旗袍 謝謝… 好… 不是叫你,我叫阿蕊 來吧,快點吧 好… 當然了,1、2、3 60年代,寶珠、方方 各位,我身後這兩位 就是當年十分受歡迎的電影紅星 蕭芳、陳寶珠他們的影迷、子女 好,那繼續跳吧 60年代就是香港製衣業 發展神速的一個年代 很多女性在那時候就投身製造業 經濟獨立賺到錢之後 當然假裝就開始講究衣著了 沒錯,那時候他們的打扮 就是會依照以前 例如蕭芳芳、陳寶珠、麥姬 還有胡楓、鄭君綿 他們在電影裡的打扮 你說了沒有?很累 繼續跳吧 繼續跳? 還在摸摸機 跳吧… 七十年代,百花齊荒 總之,七十年代可以說是香港 政治、經濟和社會氣候 變化最大的年代 對,加上時裝設計行業的興起 所以當時香港的時裝 可以說是百花齊荒 第一朵花就是七十年代初學期的 阻子、阻女狀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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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一些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青年 他們為了效法國內的革命分子 所以就穿上這些白衣服 藍扯褲叫做阻子、阻女狀 據說當時香港政府 為了擔心文化大革命交到來香港 於是他就實行提倡,要抗衡 於是他就鼓吹細化一些 寧願搞那些新潮舞會 甚至搞美腿小姐選舉 希望興起第二個潮流 最後興起了第二類服裝 就是…飛仔、飛女裝 難怪你不知道 70至71年最大人加迷你裙 主要裙的長度就離膝蓋五吋 這麼夠性感 最糟是性感到年紀女都穿 所以就出現了一款異褲 在通天的時候 穿上一條褲子 又訓練又性感 不過最早期的飛仔裝 當然是我這裡的飛頭四裝 夠性感 你們怎麼也沒有我牛仔裝 那麼性感 牛仔裝一出,天下無敵 其實在70年代的中後期 還有流行中庸裙、密實裙 還有Disco要照帶來的Disco裝 沒錯,為了表揚我們後面一間 不知多麼好的藝園 還有剛才已經出鏡的 陳本珠、蕭芳芳、胡楓 我們都不會計算給她的 還有就是導演、編劇等等 所以我們要表揚他們了 那我們就要跟他們… 老闆… 南北朝吃甚麼菜 這次跟大家介紹一下 介紹我 龜公嗎 不是 對不起,是我鮑魚 你是鮑魚嗎 是 你知道中國人何時開始吃鮑魚嗎 問問你媽媽 媽媽去世 那回去問你爺爺 爺爺打日本仔死了 又是日本仔? 是 其實正確答案是漢朝開始的 那甚麼為雙頭包呢 頭部受傷的鮑魚 低B去換衣服 所謂雙頭包,即是兩隻鮑魚 加上一斤重 三頭包即是三隻鮑魚加上一斤重 四頭包即是四隻鮑魚 加上一斤重 那千頭包和萬頭包呢 甚麼 如果有千頭包和萬頭包 即是鮑魚已經這麼小粒了 由於現在周圍都環境污染 所以你說兩頭包和三頭包 真的很難找到 通常我們看到的都是 七頭包和八頭包 鮑魚大致上通常分開三大類 包括罐頭包、鮮包和肝包等等 菠蘿包、豬仔包、餐包 那你吃光它一斤 雖然三樣都是鮑魚 但價錢是相差很遠的 哈哈 在肝包之中 最貴重的就是網包 還有這些鍋馬包和吉品包 這些肝包魚動不動都一萬元一斤 如果這些肝動包價錢便宜很多 所以大部份酒席都是用它的 更方便當然就是罐頭鮑魚 劉先生, 究竟鮑魚除了我們吃 還有甚麼藥用價值呢? 據說鮑魚有鎮靜神經 鋼血壓制、頭痛和明目的作用 不過記住, 如果你有胃病 千萬不要多吃 因為很艱難消化 話說回來, 劉先生 究竟誰開始教人吃鮑魚? 這個不是普通人 誰? 他是皇帝 誰? 他就是漢高祖劉邦 據說他還跟一場很出名的戰役有關 滑之盧戰役 說清楚一點 肥仔水之戰 再說清楚一點 肥水之戰 沒錯, 就是肥水之戰, 知道嗎? 話說在肥水之戰裡 那邊劉邦和項羽打得落花漏水 而這一回呢? 自摸 差一點, 你也贏了 不玩了, 不可以給錢了 沒錢給你, 先爭著, 行不行? 劉邦, 你永遠都輸給我 我先走了 豈有此理的行業 你真是迫人太心, 你真是哪兒鄉下 皇上釋路, 皇上釋路 不行…根據證史記載 最後你是贏了他的 是呀… 喝口水吧, 皇上 你真是寶寫的 這是甚麼水 剛才劉勇說肥水之戰, 肥水當然肥水 喝水真的喝水, 真是… 他們那隻是甚麼? 不知道, 皇上 好像是海產, 皇上 海產? 是呀 一定很好吃, 我把牠拿回來 是, 是… 炸籃… 炸籃, 炸籃, 炸籃 我咬了嗎? 這一隻可憐的黃素歡辦的鮑魚 就是這樣被劉邦捉了回去 燒了來吃 劉邦就是覺得這種海產非常好吃 於是牠就… 實在太好吃了 現在分配兩個, 下水 剛才那些海產, 會叫救命的海產 你下水? 很冬 帶上來, 我打工吃 快點下水 別說了, 下水… 劉邦也因為吃了這種海產 就打贏了韓瑜 是呀… 還成為了麻雀王 錯 那些麻雀還要呈一件事, 是漢高祖 漢朝沒有麻雀, 宋朝才有麻雀 剛才那些才是… 是呀, 由於是劉邦吃了這種魚 後來做了皇帝 那些人說這些魚就有蜈子 所以也有名稱稱它是蜈魚 為什麼後來叫鮑魚呢? 當然有圓, 因為這些鮑魚 永遠都是一隻貼著一隻 有些人說它是魚, 鮑魚 說說乾脆貼了, 叫鮑魚 明白嗎?聖仔 有什麼明不明白? 說明不說就要明 你說明好嗎?是不是想游東泳? 不… 明白了, 先說 真是靜靈, 真是人 大哥…這次打劫是誰? 我有分數 阿毛… 動他… 阿毛, 你打劫?你真是猛人性 你真是靜靈, 真是靜靈 美女, 美女, 有錢的, 動他… 你真是傻的 這個, 一看衣著就知道她是母小姐 沒有人性 這個可以了吧 這個又不是阿毛, 又不是母小姐 動他… 人家正在咳嗽, 病你也打劫 你真是不可憐 公友道義, 每個人都說不能動 轉行 轉行? 好心… 謝謝… 古代72行支, 道義有道 說賊, 這個是不乾淨的行業 我還是不說了, 劉先生 那我說不說? 你也不要說, 教壞小朋友 走吧… 不要打劫, 我沒有錢 你打劫他, 他有很多錢 他有幾千萬身家 你給我嗎?幾千萬… 沒有義氣, 我們不是打劫 是, 是要你繼續說 說一些正確的道賊觀念 讓我們現代同行知道, 好嗎? 讓他們不要做壞行規, 好嗎? 那就簡單了 以前他們這種行業 分開道和賊兩種 難途截劫叫賊 什麼? 說錯了 我賊過了 先說吧 好, 拿刀名搶叫做刀 入屋禁偷叫賊, 好嗎? 沒錯, 那古代刀的祖師是… 刀碎楚留香 錯 白刀羅賓漢 錯 香港政府 錯 正確的答案就是… 是春秋時代的刀者 就是我 喂… 擋住了, 走過去吧 在古代做刀有很多規矩要守 包括自勇人義 那說完刀說賊吧 你不示範人家 怎知道什麼叫自勇仁義呢 不是做電視的 走,兄弟,示範吧 好… 今天真的很陽光 打劍 兩位英雄,我只是一屆窮書生 沒錢的… 窮書生有這麼鎮定嗎 不要… 你看看… 這些就叫做智 是官,你上吧 你上… 你上,不要… 沒什麼用的,我上 打劍,官你也敢打劍 這些就叫做用了 賓錢 打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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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路很窮 我們錢很辛苦,籌回來 救死了一個娘,救救你們 救救我吧 是呀… 錢就一定要拿 不是呀 給你一半買了一隻 這些就叫做人 走 一半怎麼救,不要去撞一半 打劍 我全都給你了 小姑娘 小姑娘 臭死了,你劍完財劍式還配上杜嗎 這些就叫做二 賊是指那些專門進屋偷東西的人 通常分為十二類 他們各有所長 而且他們又何水不犯井水 第一種就是這些叫做翻高頭 就像我這樣 可以一聲逃手飛過圍牆 這些這麼有本事的人 我們叫他做上手把子 好本事 是甚麼都可以偷的 像安仔那樣 又要爬椅,又要單梯 這些叫做下手把子 沒甚麼用的 做來做去都是做一些幫忙的事 怎麼了?嚇到我 我搭下去了嗎 這些人叫做無手把子 通常是不入樓的 對,那些不用擒長的第二種 就叫做開天槍 所謂開天槍 就是揭開屋頂上的瓦片 放條繩下去 轉頭屋主放在床頭的金銀珠寶 喂,傻瓜… 有人偷東西嗎 偷東西 保心,不要…沒有好報 劉先生,好像有點聲音 這些就是專門掘迫入屋偷東西 是第三種種種,我們叫它開桃園 這個洞越開得小,就是表現本領越大 你開洞這麼大,很差勁 回去練習吧,走 喂… 真是神經病 是呀 劉先生,有人吊槍 這一種是第四種賊,專門 又叫門又叫槍 我們叫牌塞賊 有沒有第五種? 有,第五種的專門是開鎖的 經常去開鎖,我們叫它闖空門 你找什麼水 我找劉志榮先生 找他,他不會就是第六種? 白狀,通常我們叫它百日狀、百日闖 或者百日串 大家看看,這些人通常都穿衣冠楚楚 然後炸下來租屋或是房友 原來遷住屋主人不在或不小心 他就乘機灑東西 是,走都走不及了 而第七種是以借茶、借水為名 入屋偷東西的,叫做鐵酸盆 第八種是專門用迷藥來入屋偷東西 那種叫做柏花 第九種是專門偷人家曬浪的衣物 叫做收曬浪 第十種是專門偷雞的 我們叫做十張頭 第十一種是專門在人群裡偷東西 叫做插手 第十二種是拿著本書 用遮遮掩掩做爬手的 叫做混插足足十二種 想不到你也記得吧 收工? 收什麼工? 永中收工,這些鑼聲 告訴你,你家已經發現有賊 這麼多賊 那時候人們捉到賊 不會說是拿去送官救治的 沒錯… 通常都是自己想辦法對付 辦法就是有兩種 第一種 就是用一條沉草來抽打它全身 打起來比蠍子痛更痛,很痛 第二種 很殘忍 第二種 沒錯,第二種是夾著它走 一邊灌它喝醋,一邊拍它背部 一邊喝,一邊拍,一邊喝,一邊拍 根本一輩子都… 做不到賊 真殘忍,打麻煩 不行 為甚麼 殘忍,不能做 我有我做,你們別看 是… 歷史古惑檔案之,古今婚作奇觀 所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結婚這件事可以說是人生必經的階段 對,也有人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 整個老闆從此避孕,劉先生開始覺得後悔 我老闆看著 莊姐恭喜發財,劉先生說後悔 認識我 你也知道 劉先生究竟中國人何時開始結婚這件事 經常說嗎?看吧 就由我來開始 劉先生,劉先生,來者何人 好…我們是雙代以前的強盜 專門在天黑的時候黃昏日落 四出騎著馬,強搶娘家婦女 來做新娘的 沒錯,那個昏字就是黃昏行禮的意思 請便… 走… 到了周代開始就有買賣婚姻了 他們用的是綠皮 所以也有人稱之為麗皮之禮 到了戰國時 就有三書綠禮一直流傳到現在 劉先生 中國古代的婚姻的習俗又是怎樣的 你不知道嗎?想知道嗎? 一、二、三 古代婚族大檢月之,蚊梅 為什麼沒有帽子? 他們說那兩個帽子是綠色的 我沒所謂,你不行 那當然了 古時男女通婚 首先最重要是要找出這個… 找個美女 此其一,此其二就一定要找出這個人 這個就是肥婆 不是,我不是肥婆 我是非人 翻鬼佬名字叫Fifili 我是媚人婆 對,最重要是找出媚人婆 男女通婚一定要找媚人婆 出來幫她穿針引善 也就是所謂明媚正取 收得貴不貴 謝媚廢,大會人家二百兩 總等人家一百兩 不收妾的東西 談不成都收二臣 那你豈不是很快? 當然了,大大說月入過萬兩 多不多你?阿周電視職 做什麼都多過在這裡職 是呀… 是呀,不要職 是呀,你先走吧 我追隨你 那就別這麼多聲氣了 人故 牛家銘公子,怎麼這麼錯檔 來…坐吧… 你有客人 騎士電視台來遭訪問的 是有魂靠的 走… 坐吧… 怎麼樣? 這次又看見誰美人 我看得對我隔壁的村花 是嗎? 是呀… 很可憐 你明白的 我明白,明白的 好,保重我身上 是嗎? 木禮大檢穴之一 立彩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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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羅夫人 這些禮物 全是這麼搖擦的公子 阿萊 迎娶這個梁梁小姐做騙禮 謝謝,對呀真好 是呀 她的胃油很風流 老闆,沒所謂 我代她出主意 加了一架四樓樹 她的胃油很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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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不要胃油很風流 就這樣吧,再加三條街 等等 胃油很風流 經過雙方談好數後 就要進行第二步驟的工作 就是問名了 二,問名? 所謂問名,就是將女方的年齡、姓名 時辰八字 和祖宗三代資料合纳寫清楚 然後用紅紙包著 送到南家頭 用來做什麼呢?劉先生 用來清清她的底部 讓我看看林妹的底部有否住 臭小姐,不要看 不然,小公子這麼不吉利 是嗎? 沒錯,這個紅風包一定要原風不動 就放在你們祖先的香爐底下 三日三夜 看看這三日三夜 你家裡有否人粗死傷 或者生病,有否失散 或者吵架,或者打破東西 如果有 即是你的祖宗對這個女子不太喜歡 小姑… 爹,但未免太迷信 不迷信 我也說迷信 你… 有關你的事 八公,你出鏡 我以為你真是相信 還是不相信 我相信 對 尊寶有曼寶,也不要有事 對,沒錯 沒事… 還說沒事,被拿破東西打破東西 對,不好意思 我吵架了 等一下… 照看這個花瓶好像不太像是你的 對,盧先生 剛才在你家裡拿的古董花瓶 當然 別等著 你別等著… 沒人等著 三,立吉 如果經過三天都沒事 即是說祖先沒甚麼意見 那接著要做的… 立吉 剛才也出了一句 你當別人不懂字嗎 人家當然知道是立吉 你剛才扔的鞋扔得我很痛 想再扔一次 不是,你說話吧 所謂立吉 即是把男女雙方的時辰 八字拿出來排一排 看看合不合,有沒有雙聰 你合不合? 廢話,看東西吧 不合不合… 甚麼事? 我忘記入錶 是… 入錶這些小時姐 抄了一排就當我了 真的嗎? 歸我爹的任何 接著要看我的筋名和阿琛琛 這條命合不合得 對了,怎麼樣?怎麼樣? 質上基本上理論上 應該可能…都…沒問題 清楚 真的嗎? 不過… 不過甚麼?你說話要小心點 都沒問題 大吉… 大吉了嗎? 大吉了,好吧 申明哥 四,立正 所謂立正 即是過大禮 通常在分期前的一個月至三個月 再由這個白袍 我不是白袍,我叫梅人婆 再由這個牌帶白鏡梅人婆 拿著拼禮和拼書去女家頭那邊 是不是? 看東西了,小子 對,小子 小子,我有沒有承認? 厲害… 羅老闆、羅夫人,這些就是搖家給你們的拼禮 裡面還有一張拼書,看著 好啊 三年生藥,三年死藥 藥滿才可以辭工 還要半年前通知 這是什麼藥? 不好意思,拿錯了 我還有這張隔壁 這張才是,這張才是 發財了,太棒了 慢著,巡迷也要拍張照片 快點… 慢點… 不要怕 快點… 當女家頭收到男家頭送來的拼書 和拼禮之後 你一張分時可以說落神了 劉先生拼書說什麼? 是 你有讀過書嗎? 有 識字,是嗎?自己看吧 什麼樣子都要問人 我門在天上的父,願與你的名為聖 是什麼? 一本聖經,拼書在這裡 通常拼書裡面 都是寫清楚求親的啟文 其實除了拼書之外,還有兩種書 所以合稱為三書 就是禮書和刑書 剛才,究竟拼禮裡面有什麼包含? 可以說什麼都有 有嫁衣、糖果、海味、茶葉 還有嫁女餅、衣料等等 什麼都有齊 恭喜… 恭喜我幹什麼?現在我娶老婆嗎? 你猜… 這麼差勁,你這個新婚 請期,就是選個好日子來行禮 陳家老爺 是 我說初四最好了 快… 初四…死死死聲,有什麼好呢? 我說初八最好 八字代表法 一定會大法得法的 不行… 李居士說我初八雙聰,不行吧?不行 你這個女人,你特別迷信 你特別八卦 總之我認為初八,一如初八 我說初四 不行… 初四… 初八… 初四… 六是迎親,即是迎親拜堂的意思 我分半邊八葉窗 二妹共睡在床上 那麽快? 不快的,你這個房子 你快點來燒飲植吧 好 好… 我屁,你來鴛鴦氣火 再床上前 劉先生,你可否有話說 屁,當未拜堂就想床上網 如此做法,你確放下堂 我屁… 咳… 同時說,她倆結婚前的事還沒做 屁… 如此說來 這麼多人 我們不如去看她出國吧 走啊… 差… 我多頭坐上 結婚前夕 那位女子臨出嫁前的那幾天 就會先被送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居住 就是茅廁 胡亂說,上面的角樓 好害怕,很高,救命 兩位大爺,麻煩你放下去 別客氣,先說正經事 之所以要把女子拿來這裡居住的意思 就是讓她跟外界的陌生人完全隔絕 意思就是保存著她的貞操 好 無論睡覺、吃飯,什麼都在這裡進行 去廁所呢? 都是在這裡 很骯髒 媽媽,臨出嫁後若她大錦會上來 幫她開面,正身,上頭,換件衣服 然後就揹她進去 意思就是出國的意思 剛才說你扮大錦姐面 我來試試一下 過門 接著這個步驟就是過門 過門第一步就是踢橋門 好… 厲害了,你是不是真的想一腳聽關好 對… 沒事…過流… 可以走… 你也是的,叫你打賊 所謂踢橋門就是不斷輕輕推踢三下 接著新郎就去琴上椅子上 然後拿著把線 不斷輕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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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意思就是表示新郎 永遠比新娘高,那是意思 對… 不斷輕鬆 那當然不行,廢話 好,接著新娘要揹個禍門 即是又發又旺,趕走邪神 接著就請入拜堂 接著洞房花,終於進去看 看什麼呢?這些東西看得到嗎? 你不怕生眼挑戰嗎?你當然是 總之一句都說了 我們公祝天下有情人 忠誠 捐贖 請示 榮華富貴齊齊來 榮華富貴齊齊來 這星期喝幾次茶?一次吧 喝甚麼茶多? 保女吧,壽味 浩尼味吧 不怕,很少 小茶 營香片 我喝茶分不著 那你介紹一種好一點的茶吧 香片好嗎 香片好嗎 怎麼好呢?香片 劉公子先生 敢問你的調查結果是怎樣 其實香港地的老百姓 每年飲用的茶葉 是超過2200多萬公斤 亦等於每人平均每年飲用 就是4公斤 亦都相等於8磅半 怎麼了?你以為現在喝酒 甚麼就這樣喝了 而廣東人喜歡喝壽味 外省人比較喜歡喝龍井 老人家喜歡綠安茶 女人比較喜歡喝香片 敢問這隻也是香片 說話邏輯一點可以嗎 當然 女人喜歡喝香片 不表示喝香片的都是女人 當然… 你知道哪位先生發明喝茶的嗎 茶神鹿魚 非也… 不過話說這位先生亦是姓神 除神經以外也無人聲神 話說這位先生 就是以品嘗百草之名的 神龍士先生 不過說他也有多少神經 只話何解人 說來話場 不妨看看 據說在三王時代 那些人對於哪一種食物可以吃 都不太清楚 於是神龍士就神神地到處去試吃 聽說因為他有個玻璃肚子 這也沒吃過, 試試 沒事 這也沒吃過, 試試 又沒事 又沒事 那邊有好東西, 去試試 這也沒吃過 試試吧 倒進去 死了… 糟了,劉尊先生糟了 他中毒了,現在怎麼辦 不用怕,所謂一蜜就自一蜜 在毒鼠旁邊一定會有解毒的葉 我看…對了,A的就是 是這些嗎 是嗎 給我了 給你,你先叫我英俊吧 英俊? 你… 英俊,我給你,我給你,不要動 喝茶… 你喝完了還在說 就是這樣神龍時發現原來那些葉 哈哈…有解毒的作用 於是他每次試吃完之後 他就肯召回幾塊 真是叫你演戲甚麼都沒有 由於那些葉是用來塗東西的 所以就叫做茶葉 慢慢叫叫叫做茶葉 後來就為了方便運送和儲存 於是他們就把新鮮的葉全都曬乾 用來沖水喝,就等於現在的茶葉 哈哈… 他當時盛行喝酒 喝茶都是刺一等而已 直到唐朝有一個人出現 他就是… 綠宿,綠宇宿 對了,他搜羅天下間採茶 煮茶和品茶的心得 於是就著作了一本叫茶經 有一次他跟一個喜歡喝酒的 富家子弟打賭 看看可不可以認出哪一桶 是用我來煮茶的山西竹葉水 是 說錯了 山西冷泉水 對了 美公子,三種不同的水 全部拿好了 好 綠宇,如果你能猜中 哪一桶是山西冷泉水 我米公子從今以後 改喝酒為飲茶 兼顧替你出版這本 綠宇茶經 好,如果我輸了 我就改喝茶為飲酒 還把這杯茶經燒掉 好 一言為定 來 水喉水 冬礦月水 這裡三桶 沒有一桶是正宗的山西冷泉水 你輸了 我說你輸就真的 何以見解呢 這一桶一半是井水 一半是山西冷泉水 我想是你的火頸半路中途打瀉水 把井水混在山西冷泉水上 就是這樣,喝茶就逐漸流行 就是這樣,綠宿就成為茶神了 不過說明不是旁邊的綠宿 是綠宇叔叔 就是這樣,全國就開始 普遍種植茶樹 就是這樣,開始有採茶人的出現 就是這樣也開始對那些 採茶人有很多要求 有甚麼要求呢 聽她們說 首先要是女孩子 還要是又香又漂亮的女孩子 還有十四至十八歲的黃花歸女 劉先生,為甚麼要香黃花歸女呢 那你不是想要臭的嗎 說過就別報告,聽她說 是 因為我們採茶的茶特別香 而且呢,袋子也很香 所以叫香茶袋 嗯,而採茶最好的時候 就是在太陽未升,露水未乾的時候 快點快點,露水就乾了 整棵茶樹最漂亮的茶葉呢 越大塊越好 那當然不是 是最亂的橫枝初葉 那哪個山頭的茶最漂亮呢 劉先生 這些各有特色,很難說的 那這個呢 有沒有搞錯啊 這裡飛鵝山,哪有茶樹的 那他們在做甚麼 那他們在演戲嘛 那他們都不義氣,別玩了 一點都不義氣 上集說到袁世凱 再救回慈禧太后 很偉啊 不過皇帝就慘了 又變回縮頭烏龜 本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還主動交出今次政變的 幕後黑手名單 太后正要讀出之際 發育了一個人的名字 她就是… 給三個答案,你選吧 A. 空有為 B. 梁啟超 C. 貝特呂琦 答案就開 A. 空有為 錯啊 梁啟超 錯啊… 但我當然是自有型有款 那個背頭女期,不要… 為何會是她,懷疑 從沒見過太后哭成這樣出樣子 簡直是失敗儀態 你知道了,女人失敗了儀態 真的太醜了,跟那隻臭蛋、笨蛋 沒了蛋殼一樣 走近一點都想作嘔吐 我要見他 見他? 對 你好… 說明是一個重要的約會 我才會偶像的匿蟲在某些地方 幫大家作這個現場的實地報道 今晚很開心 請來一位嘉賓的偷聽員,他就是… 是我,小李 為什麼這樣對我? 你這樣也不明白? 我明白…你應該明白的 如果我不明白,你沒理由不明白 你真的不明白? 我明白…你真的明白? 就是這樣 他們從開始對話之後 一共出現了一千零三個名字 不過我還沒明白 為何背托女期 要幫皇帝搞這次的政變 而我身邊的小李 很明顯就睡著了覺 至於太后… 我明白了,我知道你是為了我 你真是一個聰明的女人 真的嗎? 可惜,已經是知臭樣子了 沒有女人就沒有男人 沒有家就沒有國 今天你說話這麼深? 我意思就是說 一個女人一定要有頭歸宿 在家裡做家務,倒茶滴水 打骨,煮飯,剪腳夾生兒子 生兒子? 我還可以生兒子嗎? 只要你是一個正常的女人 我是一個健康的男人 莫說生兒子,生意興隆都可以 生兒子都可以,當然 好,高中 謝謝大家看完這集的歷史下風狂 還沒拍完,又來幹什麼? 對了,時間到了,停 怎麼搞的?你停了嗎? 我化了七個鐘頭妝 畢竟是亞視藝員,你飛啊 你知道就好了吧 我整個鐘頭妝都沒搞錯了 你要斬,不要斬 斬編劇,斬導演,斬監製都行 不想到你,不斬 不想到你,還要斬 你是編劇嗎? 對,難怪你這麼兇 不斬不斬,算了… 拍不完 好,總之大家準備了 下個星期四,晚七點半 勒斯爺 開花 禮拜 達到 拜拜